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红薯香甜多汁,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深受很多朋友们的喜爱 今天用红薯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做法 坚持吃上一段时间后 身体越来越棒,精神也越来越好了 血糖,血压也降下来了 它可以排干毒,润肠又通便 几十年的大肚腩也不见了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 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几多种矿物质 具有通便排毒,辅助降压 保护心血管,美容养颜的功效 红薯的大量膳食纤维 在肠道内无法被消化吸收 能够刺激肠道,增强蠕动 通便排毒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便秘有非常好的效果 红薯能够辅助降血压 红薯中富含钾元素 因为钾和钠是影响血压高低的重要元素 如果人体摄入足够量的钾 就会促进血液排出多余的钾 使用富含钾的食物 还会促进体内矿物质水平的均衡 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并且红薯中的甲元素、叶酸 维生素A、维生素B 胡萝卜素均能缓解心脑血管疾病 还能够缓解动脉中央硬化 红薯可以抑制黑色素的产生 能够缓解雀斑和老年斑 还能够抑制肌肤老化 保持肌肤的弹性 我们把红薯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用刮皮道刮去外皮 胡萝卜因此颜色亮丽 却嫩多汁 芳香甘甜 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胡萝卜含有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 在蔬菜中享有盛名 具有保护眼睛通便等功效 胡萝卜中含有胡萝卜素和胡萝卜素A 对眼部有很强的保护作用 能够有效地清除眼部的疲劳 从而改善眼睛干涩 从而起来保护眼睛的作用 胡萝卜含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 吸水性比较强 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 是肠道中的充盈物质 能够加强肠道的蠕动 从而宽敞便秘 平时的时候 小朋友也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 对眼镜是很好的 我们把胡萝卜改到切成滚道块就可以了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米 把小米淘洗干净 淘洗小米的时候 动作要轻一点 不要把小米抓破了 小米抓破之后会影响口感 营养也会流失 小米淘洗的次数不要过多 淘洗两遍就可以了 淘的次数比较多 米香味会流失 营养价值也会流失 小米有滋阴阳血 清热解渴 健胃除湿 和为安眠防止消化不良的功效 小米粥富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尤其适适合适 尤其适合适与添加 肠胃不好以及贫血的人服用 小米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控出水分先放一旁 现在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把小米放进去 再把胡萝卜和红薯放进去 开大火煮开 再开小火慢慢煮30分钟 这个时间再准备一把菠菜 这个季节的菠菜特别的好吃 鲜嫩又多汁 只要味道比较鲜美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进入肌体可转化为维生素 有利于促进蛋白质粉合成 从而增强肌体免疫力 还可增强骨骼生长发育 菠菜中含有抗氧化成分 有利于促进细胞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 而且用菠菜之洗脸 还可清洁毛孔 减少色斑和皱纹 达到美容养颜的功效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有利于促进血红蛋白的造血功能 可防止吹点性贫血 我们把菠菜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 先放在一旁备用 锅中提前烧水 水开之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油 把菠菜放入水中焯水一分钟 菠菜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草栓 在吃之前 一定要焯一遍水去除草栓 这样吃起来比较健康 菠菜焯水的时候加入一勺油 焯出来的菠菜颜色更加的翠绿 鲜亮 加入食盐可以入个底味 使菠菜的口感会更加的好 菠菜焯好水之后将它控水绕出来 放到案板上把菠菜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小米已经煮好了 我们再把菠菜放入锅中 再煮上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煮好之后 加入一勺食盐调个味 搅拌均匀 就可以直接关火出锅了 小米红薯菠菜汤就做好了 这汤不光有五股杂粮 还有蔬菜 喝起来口感非常的多 更有营养 做法也比较简单 这个季节天气很干燥 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滋补汤水 既简单又营养又美味 这样熬出来的小米粥口感比较多层 特别的甘甜很好喝 特别适合老人小朋友多喝一些 非常的不错哦 平时我们也要多吃一些小米 小米味干咸 限量如剩皮味精 小米可以促进长刀的蠕动 从而起来帮助消化的功效 还可以缓解胃痛 综合胃酸 适用于脾胃虚弱 孕化五律手制的腹脏腹泻 能治疗和预防食欲不振 身体乏力等具有慢性胃肠疾变的病人 小米还可以自营养血 能出进产后恢复 食产后含量的体质能尽快恢复 并且能够健脑补肾 小米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能够健筋骨 长肌肉 延长益瘦 小米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脂胺酸 能够提高脑部血清素的浓度 改善忧郁 以及促进黑色素的形成 可以改善促进睡眠 平时我们也可以多煮这道小米粥 给家人喝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收藏起来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了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下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